1942年4月 迈克阿瑟丢下7.8万名部下逃跑 按照国际相关规则 这些美国大兵在菲律宾向日本投降 于是 他们接到日本命令 前往战俘营接受审判 并由此开始了著名的巴丹死亡行军之路 从巴丹半岛到日军的战俘营 大约有120公里的路程 其中106公里是热带地区 如果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 并且训练有数的军人走完这些路的话 用几天的时间是比较轻松的 但美菲联军已经和日军打了四个月的仗 当时没有物质的攻击 他们的身体早就已经很虚弱了 现在要走这么长的路 还不如让他们直接死 但日军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们 所以作为战俘 他们只能接受日本强硬的命令 踏上这条明知是死亡的路 据经历过的美军回忆 他们投降后会在烈日下接受日军长官喧哗 半小时后很多战俘因为体力不止而晕倒 此时 日军并不会让他们离开 而是继续让他们倒在地上听讯 第二天清晨 天刚亮 就日本步兵端着刺刀和步枪 闯进美军的帐篷 正在睡梦中的美军 被日军狂叫声吵醒 此时 一名日军用两根手指放在嘴边 做出一个吸烟的姿势 这是在命令美军把香烟给他们 不过 此时美军确实已经没有香烟 只能用英语向日军解释 可接下来这群日军 却突然像是受到很大的侮辱似的 用枪托 木棍朝美军的头上砸去 这是美军没想到的 不少人都被砸破了头 鲜血顺着头发流下 流到眼睛的时候 因为血量太多而导致眼睛睁不开 有的人脑袋里的骨头都碎了 后来一直有后遗症 愤怒的美国大兵举起枪 明明只要扣动扳机 就可以杀死面前的恶人 但他不敢 只能克制着情绪将枪放回原位 但这个动作却将日军激怒 瞬间 七 八个矮小的日本人跳起来 将二十多个美国大兵揍得鼻青脸肿 他们不能反抗 因为知道反抗之后会更加痛苦 接下来 日军开始在房间里 到处乱翻美国大兵的东西 一个日军在美国大兵的口袋里 翻到一张女人的照片 是美国大兵的女朋友 谁知 这个日本士兵竟然看着女人的照片 就有了生理反应 下一秒竟然脱下裤子 当中对着照片做下流的动作 美国大兵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 于是颤抖着伸出手 希望日军能把女友照片还给自己 谁知 这个变态的鬼子 竟然觉得美国大兵的行为打断了自己 直接用枪托重重砸在美国大兵脸上 导致他鼻梁骨粉碎 鲜血顺着脸庞流到前胸 其他美国大兵健壮 决定帮战友说情 结果刚上前 就被鬼子的枪托击中 全顾部位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鼻子 嘴唇也都被打破 一旁的美军想要阻止这场血灾 拿出一块巧克力 想鬼子息怒 谁知他吃完巧克力之后 反过来开始殴打这名士兵 还特意攻击男性升职器官 最后 这名美国士兵倒在了血泊中 日军狂笑着离开帐篷 日军怎样对待美国战俘 美军被俘后 按照日军的要求 要从巴丹半岛到日军的战俘营 其中要经过106公里的热带雨林地区 当时天气本来就够热了 还是处在热带地区 所以这一路上需要充足的水 才能保持体力 一开始战俘是有水的 但天气炎热 他们喝得很快 到后来他们基本上就是 哪里有水就去那里喝 即便是一滩污水 也要跑过去抢着喝 让人感到绝望的是 日本人根本不让他们喝水 每次看到有人敢去喝水 就立即对他们拳脚相降 甚至直接当场击毙 有时候日军看起来比较好心 先是同意这些美军去喝水 然后等他们趴到地上喝了半天污水 觉得自己喝够的时候 日军再把他们抓出来枪杀 还说让他们能喝饱水再上路 是一种美德 更可耻的是 日军明明知道 俘虏们已经体力不支了 很需要喝水 他们还会故意将战俘带到河边 将他掉起来 然后往身体里灌满水 直到俘虏从鼻子 嘴里网出流水才会停止 接下来 他们假装比武 用棍棒凹打俘虏的肚子 将他肚子里的水全部打出来 有的战俘直接就被日军打破了肚皮 直到对方痛死 日军经常会利用这些战俘练习杀人技术 根据一名幸存者回忆 日军经常让战俘突然跪下 然后再抽出武士刀 将俘虏斩首 也向别的日军展示自己的杀人技术 在场的人都被吓得面无血色 很担心下一个被杀的就是自己 接下来 日军会把战俘们放进闷管车 刚开始他们以为 自己终于可以不用不行 可以坐车前往战俘营 结果当他们真正见到闷管车 才知道是什么样 每一个车里只能放下十几个人 空间比较狭小 但残暴的日军 却直接把一百多个战俘都扔进去 虽然不会造成踩踏事故 但比踩踏事故更加吓人 他们被塞进闷管车之后 全身上下都不能动弹 过上几分钟 里面的空气越来越稀薄 他们就会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 一个小时后 这些战俘完全呼吸不到空气 就会直接被闷死 在这种情况下 原来七万八千人的队伍 就死掉了一万五千人 六天之后 这条象征死亡的行军之路终于结束 战俘们终于到达日军集中营 但苦难并没有离开他们 到达集中营后 日军更能疯狂虐待他们 不给食物补给水 还让他们日夜劳作 更变态的是 不论男女战俘 只要被变态的日军看上 就得一直为他服务 受尽灵悟 一旦有人敢反抗 马上就会被打死 等一系列折磨结束后 集中营里又死掉两万六千人 有的战俘忍不了了 想要离开这里 可他们很快就会被发现并抓住 这些人被抓住后 直接被绑在柱子上 用皮鞭和狼牙棒鞭挡 直到皮开又斩 然后日军再将他们放到烈日下暴晒 等伤口发炎后 再继续打 后来日本战败投降 这些受尽折磨的士兵 终于得救了 此时七万八千人 就只剩下一千多人 日军如何对待美国女战俘 如果说日军在对待美国男兵的时候 比较残暴 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他们是如何对待女战俘的 为了更好的发泄对美国的不满 他们专门发明了一种烧烤酷刑 用来虐杀美国女战俘 日军将女战俘抓获后 先将这些女战俘关到一间屋子里 然后什么东西都不给他们吃 等这些女战俘们饿到极致时 善心大发的日军 将他们带到一个充满烤肉香味的房间里进行折磨 女战俘在听到日军要带自己吃烧烤后 兴致勃勃的就跟着走了 以为日军里也有好人 当他们跟随日军进入到一间封闭的房间后 日军便当着他们的面吃起烤肉来 他们已经被饿了很久 看到这一刻不自觉的走上前去 想要拿烤肉吃 这个时候 日军会拿起早就已经烧红的铁签 刺穿他们的身体 被刺穿的女战俘们惨叫声不断 疼痛感超越了饥饿感 鬼子不仅没有停下手里的铁签 还直接把铁签插到女人各个部位 直接让女人失血而亡 后来 这些日军觉得铁签不够折磨人 就直接把烧红的铁筷 按压在女战俘身上 她的皮肤瞬间被烫的皮肉分离 并发出滋滋的烤肉声 不久之后 女战俘的皮肉被完全烫焦 还散发出一股烤肉味 此时站在门外的七女战俘 到里面传出来的烤肉香 一个个的跃跃于世 都想进去吃烤肉 结果等他们进去才知道 那种香味居然是自己同胞身上散发出来的 而自己也即将变成其中的一个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有的战俘经受不住那样的疼痛 直接晕过去了 日军会直接泼上去一盆水 把她焦醒继续折磨 体质差一点的女战俘 就会直接被虐待致死 一段时间后 日军又觉得烧烤酷刑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 于是又发明了另一种酷刑 他们将女战俘带到刀架前 强迫她在刀架上翻轨 瞬间女战俘的身体 就被锋利的刀片划破血肉 用不了多久 女战俘就会直接痛死 这都不算什么 日军本来就够变态 在遇到女人的时候 就更走不动了 所以女战俘一旦落到他们手里 就会变成日军未安抚 供他们消遣享乐 连十几岁尚未发育成型的女孩都不放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